我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读的专业是传播学家金融学 然后我个人比较感兴趣 一般都是稍微刺激点项目 比如说滑雪 化妆品 没有 脑子 就是一定要带着脑子去做事 首先第一是双伤高 就是情伤高 智商也高 第二个的话 我是比较希望对方 他能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多的想法 在研究生期间能发个顶刊什么的 然后可能之后会想读博士 其实我看起来很自信 但是实际上对自己还是有挺多怀疑的 因为就是我虽然说 我觉得现在你的生活状态很棒 但其实很多方面只是做到了 但没有做到很好 就可能比较抽象吧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能做到 play hard work hard 就是这种状态的人 我能把自己该做的正事做的还可以 然后也能就是享受生活 该玩的一项都没落下 然后想去做的事也基本上都能实现 ENTJ-T 就是指挥官人格 但因为是后面是杠T 就是还是会受到很多外界环境的影响 但是指挥官人格 就是其实还挺变态的吧 这个人格 就是他喜欢一切比自己厉害 比自己强大的东西 或者是人或者是事物 其实别人很多人评价我说觉得我就比较强势 然后是那种很有主见的类型 但其实我有选择过篮中 然后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不平坚的人 来享受这套旅行 然后也是算是打开自己一个 就是突破以往固定的社交圈吧 然后去认识更多的人 就是申请去国外交换 然后就是因为疫情没有去成 然后就是只能在国内上网课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挺遗憾的吧 因为本来交换它更多的意义 不在于说你去拿到什么学位什么的 更多是去体验一种不同的文化 然后结果你变成上网课了 然后这个事就是以后再也不会有了嘛 这个机会 透明色吧 因为我觉得20岁大家都是非常真正的 做什么事情都很坦荡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有任何掩饰 而且你可以看到大家的真心 我叫吴淑阳 身高164 我来自这家理工大学 然后是这家拍周人 来这档节目主要是因为 我之前其实没有太体验过 那种传统的大学生活 还想来试一下的 我以前是只相信一见钟情的 就可能第一眼跟那个人互相都有感觉的话 我可能就会跟他谈恋爱了 但是现在的话 虽然我还是更偏向一见钟情 但是还是要稍微多接触接触 了解之后才可以开始 以前谈恋爱都不会太注重这段感情 会不会有结果 那个时候我比较麻木 但是现在不一样 如果一开始觉得不会有结果 我就不会开始这段感情 我对那一半要求很高 就比如他如果跟女生接触太多 我会不高兴 然后他如果平时我在说话的时候 他敷衍我我也会不高兴 报备的话 我要求对方跟我报备 我其实是算一个情绪都写在脸上的人 但是一般我不开心的时候 都是我自己独处的时候 跟其他人一起的话 我就会比较人来疯 赶紧毕业 这个肯定很重要 我会用很多颜色 因为我觉得大家的20岁都是五彩斑斓的 就是想谈恋爱 2022年 希望我的论文可以早日通过 我带 Trinity 这期为我们做了一个 勉強的主持人 团体 是什么 肤肌呀 粘人的宝贝 我叫孙秀 身高168 体重92 三斤 心旋爱好平时跳舞 学校首都是万大学 然后是现在在读研 我朋友说我有点憨 有点傻 我觉得我还挺聪明的 在感情中好像不是太聪明的 来这个节目 期待就是认识朋友 影像型 画多一点 然后帅一点 衣品好一点 我觉得男生运动玩 就是游腹肌的时候 也挺帅的 闭着眼 就能在中国地图上 就随便点一个地方 点到哪里就去哪里 点哪里去哪里 觉得还挺浪漫的 之前的感情经历就是 没有说特别深刻的吧 但是就很 还是很感谢每段经历的 当我就心里 感觉到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可能会去 日久生情 是 非常是 也会吧 我觉得我会 三个月直来直往 以前是静默 现在我觉得是直来直往 有事的话 多久不回都可以 有原因的话 就无所谓 哈喽 大家好 我叫王子凡 你们也可以叫我热能 或者小能 然后目前就读于武汉大学 学的是影视表演 和经济学的上学位 还没长大大男 哈尔罗我觉得是 就是不想过一些巡规道具的生活 去冒险去探险 这就是我想做的事 其实我是个很典型的水瓶座 所以我可能白天就看起来很开心 大咧咧的 但是晚上我一个人在待待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emot 就是赶紧回学校把毕业的事情给搞定 我就是属于 ENFP嘛 就是拍了的修工 就是他们说就是很 就是感感觉整个人就是无忧无虑的 然后我觉得我也算是大家 眼里的开心过吧 就是我不说 但是我希望你自己能够get能够了解 这肯定啊 当然是因为 虽然说两个人可能就是好感度已经达到了那个程度 但是我觉得需要一个仪式感来确定双方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一个男生应该做的事 我觉得他说话的时候 他眼睛看着我 就那种眼神的交流 眼神的连接 我觉得是 也挺好的 因为很多事情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亲嘛 你自己可能身处在那个环境中 你不知道你自己所做的一些行为 会影响到其他人或者怎么样 但是如果有人会这样子对你发生一些事 发出一些质疑或者一些东西 他也能让你对你家的看出你自己 恐龙吧 因为我觉得恐龙虽然他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做自己 就非常的勇敢 并且他能够就是坚定的去做公众 就是我挺喜欢他的 我们两个就没有一个地方是一样 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各玩各的吧 对 哈喽我叫李志豪 我叫李志鹏 毕业于密歇根州立大学 毕业于密歇根州立大学 我是哥哥他是弟弟 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喜欢滑板打篮球唱歌 喜欢在咖啡店看手 我也是喜欢看然后跑步瑜伽 喜欢那种可以让我心静下来的运动 我眼里的他就是比较酷一点嘛 然后执行力比较强一点 做事情还挺干脆的 我们两个很多不一样 就没有一个地方是一样的 哦 兴趣爱好个性都不太一样 不可能说是本身是双胞胎 你的性格就一样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 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 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各玩各的吧 对 我可能会带各种医护用品 然后各种像小财活啊感冒灵啊 然后这种创个贴这种东西 就是耳机吧 耳机对我来说就是必备了一个东西吧 如果没有耳机的话就感觉活不下去了 我大学比较遗憾的事情 就是没有在那个时常打工 我当时是出于就是面子的原因吧 就是反正就是没有去做 我挺后悔的 大学期间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 就是明明可以去实习的 然后我还是懒 然后我没去做 还挺后悔的 我是抱着一个毕业旅行的形式来这边 然后同时可以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当时是这么想的 觉得说如果能谈一场恋爱也是不错的 就是觉得很酷 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很喜欢尝试各种新鲜的事情 新鲜的事物 就是挑战自己没有挑战过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 还是蛮酷的一件事情 嗯